遇见建筑艺术品味生活文化听见建筑之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建筑之美节目 今天在画旅行部分呢我们就要来延续一下刚刚的话题 也就是呢为大家介绍的中部地区非常有名 由日本知名的建筑大师安藤忠雄设计的亚洲现代美术馆 那位在我们台中市雾峰的亚洲大学当中 那这个景点呢有什么样可看的 这边呢又有什么样的展览 同时进入这个亚洲现代美术馆有哪些地方呢不能错过的 那周边又有哪些好玩的 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仍然是我们亚洲大学室内设计学系的系主任李元荣 李主任主任您好 你好 好的主任这个亚洲大学呢 现代美术馆开馆以来呢 事实上吸引很多人来参观 也变成是我们台中市观光的旅游局 列为是观光导览的一个景点 那您觉得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我想不外乎可能是两个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因为 其实这个建筑物是安藤先生在台湾 甚至是在亚洲的第一个这个作品 那早期很多人都很着迷安藤先生的清水回忆土 但都不知道怎么做 那这一次安藤先生有机会在台湾盖这个建筑物的时候 当然很多的建筑系或者是营造工艺师 甚至是设计师都会想要来朝圣 他们就是来观摩一下 对来观摩 看这些混凝土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那你刚刚已经把那个秘密讲出去 对讲出去了 但是问题是应该这么说好了 就是就算你知道这个秘密 比如说你也不定做得出来 而且那个辣的秘方 我们亚洲大学现在也还不知道 是哦 是这个是他的商业经历 所以他们来朝圣 他们可以大概知道说 大概做的是怎么这样的漂亮 没错 而且他们大概可以知道里面的这个工法 以及他们现在做的清水回忆土 跟我们的有什么不同 因为我们亚洲大学其实在建造的过程 以前就是建筑物盖好才能参观 我们其实在盖的中间过程 我们办的是四场的工地现场展 让大家去看里面怎么做 好酷哦 当时我是没有参与到 我是等他建好了以后 有去看过一次 是 所以我想他很有名的原因 当然就是他回忆土的品质很好 连安能先生他的事务所的人都在讲说 即便这个品质在日本 都是大概是90分以上 所以很多人都是来看 安能先生的这个清水回忆土 第二个我想还是跟展览本身有关 像我们最近就在讲一个主题 应该叫青春无限的一个展览 那里面我想可能讲 奈良美智大家不是那么的清楚 但是如果你上网搜寻的话 有一个娃娃 然后他有一点邪气的那个娃娃 很可爱的 有点小恶魔的感觉 小恶魔的感觉 一看图就知道是就很熟了 就很熟 那包括奈良美智 然后李鸿坡 董承莲 然后蔡家威 这些人他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年轻一代的艺术家 那他们的作品除了我刚刚讲的奈良美智以外 其实其他人的作品有一些人利用减脂 有一些人利用一些机械动力 然后让那些作品是可以动起来的 然后会产生很不一样的这个效果 那我觉得这一些这个展览还有建筑 应该是我们现在美术馆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如果说我们除了看这些展览品之外呢 其实在进入这个建筑物的本身 我们好像有几个地方也是必要看的对不对 对 跟Fiona你分享一下就是 在我们开馆之前 我们曾经办过一个叫做宿兵的活动 什么叫宿兵呢 就是晚上去睡安藤馆 哦好棒哦 就夜宿美术馆 对对对对 我已经校内习惯叫安藤馆了 但是现在它是亚洲现代美术馆 那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呢 最主要是很多人 其实它是着迷这栋建筑物的设计 那所以为什么叫宿兵 就好像一个女孩子没有化妆 就是里面的展览品都没有 我们去看它原始最美的样子 所以我们办了这个活动 所以当时是还没有展览品放在里面的时候 就让大家去里面睡觉 直接跟建筑物 的那种空间来对话 感受那个气氛 哦超棒的 现在应该没有这一类 现在没有了 但是刚开始了 就是市营运的阶段 然后对对对 就有这样很棒的一个活动 那我分享一下就是 当时有床位嘛 对不对 你要睡那边一定有床位嘛 其实是铺睡袋 但是因为位置不同 所以有价钱的不同 最贵的是哪里 最贵的就在二楼 二楼他上三楼的时候 他有一个楼梯的一个转角 那安能先生留了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天窗在那个地方 那安能先生他的这个建筑 他其实是运用光 非常建长的一个设计师 所以他留在那边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天窗 其实不大 可是呢 他特别在这个空间里面 他还把墙面 舍弃了他的清水火星图灰色的 而用白色的 给他沏着面墙 哦 那所以他是希望说 那个光线下来的时候 可以反射的 均匀 让那个空间的这个光的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所以 现在美术馆虽然不大 但是你现在去 早上去 晚上去 晴天去 雨天去 都别有一般滋味 你可以看到那个光影的那种自然的一个变化 没错 这就是这栋建筑物 他有去吸引人的地方 没错 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 这个点 一定要去看 哦 好 那还有其他必看的地方吗 呃 再来是 呃 在三楼的一个转角 嗯 上到三楼之后 你看到中央展厅走出来之后 他会引导你一个动线 你会到一个转角的地方 为什么要请各位去看那个地方呢 是那个转角其实是 台湾有一个很知名的一个导演 嗯 然后拍了一部片 嗯 哦 在那个地方拍了一部片 他会说 哎 这个空间好特别 为什么特别 我们一般的这个建筑物是四边的 嗯 但是我们是三边的 三角的 对对对 所以你很难看到一个六十度夹角 然后两个廊道 很深的廊道 一个很干净的廊道 嗯 然后左右 很漂亮的这个自然的一个风景 所以那个地方也一定要去 嗯 那最后一个空间一定要去 我想Fiona 你一定猜不到是什么地方 是哪儿呢 是楼梯间 哦 楼梯间 对 一般的楼梯间 我们都会觉得说它是个很阴暗的地方 嗯 通常我们都会希望说会搭电梯 那那个都是我们忽略的地方 但是我说过了 安正先生他非常喜欢自然 嗯 所以他即便在楼梯间 他都留了一个三角形 一样是三角形的天窗 从三楼到一楼 那为什么那个地方特别好看呢 是因为我刚刚说过了 混凝土会反光会发光对不对 嗯 那在那个地方因为只留了一个天光 嗯 所以那个反光会特别明显 哇 然后你会看到那个混凝土有微微的木纹 然后还有很漂亮的反光 所以最后要走的时候 不要很快的去搭电梯 我记得我上次去就是 因为还没有听过主任的介绍 所以我那时候是广快去搭电梯 真可惜那我可以再去一次 对 好 好的去欣赏一下 是 好那亚洲大学事实上呢 校园也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里面的建筑物也是相当有特色 你是不是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些呢 其实这个跟请到安正先生 要不要请他来做设计 也有一点关系 是哦 因为我们在创办学校的时候 当时我们学校的这个创办 蔡创办员 他是希望说回到大学的原点 所以他的这个校园设计都是 因为大学是从欧洲的这个教育开始的 对 所以他就是仿照欧洲的这个建筑物 来规划跟盖他的这个校园 所以当时全部都是希腊罗马的一些注释啊 还有建筑物的这个形式啊 非常漂亮 像你们的行政大楼 寄图书馆就是宫殿的外貌 然后那个体育馆是把它做成像是罗马竞技场的外貌 没错没错 哦好特别哦 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亲自来亚洲大学来看看 因为他们学校现在也是很多这个婚纱啊 广告电影偶像剧都拍摄的圣地啦 没错 所以那您是不是也稍微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建筑物啊本身 其实刚刚谈到这几个建筑物啊 它都是在我们这个创办人用心之下那所设计出来的 所以他希望还原欧洲的那个样子 那甚至哦我跟你说个小秘密 我们学校的建筑物它的外观 它的外观都是用同一块磁砖 哦真的哦 对对对对对 就是当时我们学校去哈佛去看的时候 就觉得它那块类似像红砖的这个砖很漂亮 所以我们都是用同一块磁砖 而且啊我们学校为了要扩大我们学校的那个景观是一致的 我们都还跟外面这个租屋的那个建筑物啊 外面那个学校周边不是有很多那个建筑物吗 我们都有跟它商量 只要我们也要用这个砖 只要你用这个砖 那我们会帮你广告然后你是优良的这个租屋 所以很多你会去看到 诶这栋是不是需要那个建筑物 它其实不是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 虽然我们就是讲一栋建筑物 但是延伸出去 其实建筑物跟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你们这个也是延伸出去 对对对对 很棒 所以你到校园里面走的时候 你会感觉因为我们校园是没有边界的 但是你会走到哪里的话 好像感觉还是校园里面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哇真的对你们学校的这个设计学院 非常的觉得很棒 不敢不敢 好那我们刚刚就是说 除了您贵校的一些这个美景之外呢 我们来到了这个雾峰这边 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建议的景点 听说你也为我们安排了一日游耶 好棒喔 是其实我是半个台中人 但是雾峰其实后来我比较不熟 可是后来我到底都在任教之后 我发现雾峰周边其实蛮好玩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一天的时间 我会建议那天就特别早起 那为什么要特别早起呢 因为美术馆没有那么早开门 所以如果你八点到我们学校之后 我建议你可以先去逛校园 那我们校园除了刚刚Fiona所说的 这个建筑物以外 我们校园还有一个很棒的特色 就是俗称的黄金雨 每年三月到五月的时候 我们校园的环校道路 会开满一整片的全部都是黄色的 它是叫做什么阿伯乐是不是 阿伯乐 那我们在台中或者在南部地方 也常常看到这个黄金雨 而且它很会落叶 所以它风来的时候 它就像下黄雨 对对对 那可是呢 我们学校是一整条道路 大概是三四百米 都是种这个黄金雨 那所以早上如果你来 假设是三到五月 我建议一定要去逛校园 很漂亮 那如果是现在这个时间呢 也是看得到吗 现在这个时间就看不到 就比较少了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学校 所以我刚刚谈的除了阿伯乐以外 建议就是早上 早一点来 然后去逛校园 然后等到美术馆开的时候 就如同我刚刚说的 别错过楼梯间 好不好 然后记得去逛 然后逛到中午的时候呢 大概大家也都肚子饿了 那我会建议各位 不用开车 你把车子就停在我们 雅兹大学现在美术馆 然后搭一百号公车 就到光复兴村 也就是921地震园区旁边 它其实以前是个眷村 但是因为921之后 它就没落了 对就没有人住了 没人住了 但是你很难想象 那个圆环旁边 有一间面店 然后是台中人 或者是外地人 特地要去那边吃的 小股蛋 而且非常美味 它都卖一些哪一些这个面呢 像是牛肉面 牛肉汤面 馄饨面 洋葱面 这一些炸酱面都有 它的小菜特别好吃 所以我想应该能填饱 你这个中午饿的这个肚子 而且你如果在晚上去的时候 它几乎就是满满的 但是中午去的时候 人反而比较少 所以你排这个中午是OK的 是OK的 那如果吃饱了之后 我建议要去921地震园区 那边去逛一下 为什么要去逛一下呢 是因为其实921地震园区 它是这个设计师 这个建筑师 它其实是用地景建筑设计的 这个手法 地景建筑 你也帮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好 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建筑 都是方盒子的概念 就是地面上 不管它长什么样子 就是放一个方盒子上去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规规矩矩 对规矩矩 那地景建筑 就是破坏原始的地景地貌的 这个情况之下 那来做设计 所以921在光复国小里面 因为车隆浦断层 其实有隆起 大概两三米 很高的这个地层变化的时候 它就顺着这个地层变化 来盖那个建筑 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尊重 这个自然的这个地貌 的一个设计手法 那参观者到那个地方 也可以感受当年921 那个地震的威力 事实上921也是教导我们 还是要更近这个大自然 那它为什么会得到手奖 我想它因为921 其实是在教导 我们要尊重自然 那它的设计手法 就是在一个尊重自然的一个手法 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 好那看完了这个921地震教育园区之后 再利用100号公车 100号公车 好好用哦 对很好用 就到雾峰的这个菜市场 传统市场 我想这个不能错过 因为你可能也口渴 想吃点下午茶 那所以一定要到传统市场里面的这个木瓜牛奶 对对对 很有名的 肉丸 嘿嘿嘿 这里肉圆婆 肉圆婆 这个很有名的 也值得去吃一下 这样子 我是还没有吃过那个肉圆 它吃起来感觉有什么样不一样 就是怎么好吃呢 应该这么说好了 就是有时候有一些肉圆 它可能皮很厚 这皮不好吃 但它的那个肉圆 除了里面的馅料很饱之外 它的这个口感很弹Q 而且我觉得那个比例刚好 不会说有时候皮很多 馅很少 或馅很多 皮很少 其实不会 对 所以很好吃 然后再喝杯木瓜牛奶 超满足了 对 没错 那接下来呢 对 接下来如果你还有时间的话 我会建议 一定要到雾峰的林家 对对对 对 一定要去看一下 那个林家的这个花园 像它里面那个大花厅 就是那个安事奈美慧 还有这个蔡依林 对 他们拍那个I am not yours 那首歌的MV 就跑到那边去看 没错 没错 其实哈 雾峰林家在日志时期的时候 曾经有一句话 叫做一天下二林家 指的就是板桥林家跟雾峰林家 对对对 所以可以想象它当时的影响力有多大 因此它的这个建筑 那当然值得一看 那它的建筑群其实是从清朝的时候就开始盖 可是呢 它盖很久 因为中间也有一些可能不小心误差的 或者是有增建的 所以在日志时期甚至民国时期都有一些修修补补 所以早期这个建筑因为他们很有钱嘛 那所以建筑因为它是国定古迹哦 还不是市定古迹或市定古迹 它是国定古迹 所以它的这个雕花还有一些装饰都非常的漂亮 而且非常到位 那也因为它盖很久 所以你会看到 第一个是它的园区整个非常协调 你不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园区 好像这个时候盖一盖 那个时候盖一盖 不会 但是如果你懂建筑 或者是你喜欢传统建筑的话 你可以看到像是比如说福州的这个工匠 跟张作为工匠在细部上的处理有哪一些不同 这个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上网自己Google一下 或者是请他们导览 哦请他们导览 对对对 再来是比较晚近的这个建筑的这个风格 就有受到就是中式建筑 还有西式建筑 以及日式建筑比较融合的这个效果 哇今天听李主任这样子呢详细的介绍 真的很想赶快近期就安排一趟旅程来一个雾峰之旅 那么呢我们今天这个丰富的内容 也提供大家来参考一下 也非常谢谢我们亚洲大学室内设计学系的系主任 李元荣 李主任这个详细的跟我们介绍 谢谢您 谢谢 也感谢你的收听 拜拜 听见建筑之美 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 听见建筑品味生活